被挂遗产机了就要换一台修吗 苗岛就要卖掉吗 这是不是你的常规意识啊 今天孙老师将会颠覆你的意识 同学们上课了 欢迎收看巅峰期间意识经验片18期 之前的视频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此时飞行家二挂遗产机被锁住了 此时看他以为也打信号说换一台修啊 如果是你是不是就会去换一台修了 千万不要 换一台修最多只能保平 但如果一起来救人打团 是有可能私人开门站的 我给你们分析一下原因啊 第一是这台遗产机非常多啊 第二是勘探和医生是具备打团能力的 是有机会保活飞行家的 只要保活飞行家 这别再给修机压力啊 余女必然顾头不顾电会慌的一批啊 事实上确实如此啊 勘探两个磁铁一吸 飞行家直接拉走 如果此时余女继续追击飞行家 我再配跑一下 勘探那边直接压机 机子很有可能会够啊 所以你们明白了吗 就算遗产机被守住了 但如果具备上面手术的情况 也是可以来抢修的 不要着急换一台修啊 最后最把也是成功拿下 第二个问题啊 苗岛就要卖掉吗 先给你们看一波反面例子啊 新来苗岛 我记得才刚开始修啊 此时我们准备直接卖掉保平 但结果会发生什么 高端监管都不是傻子啊 当他发现外面三个人都在修机的时候 自然会卡着血线出来 直接进行第二波追击啊 那如果我不修机去卡尔明 再卖掉的话 外面最多只能修两台半 机子依然远远不够啊 BG红蝶还有闪现 也是遗不出什么时间的 这把正是因为啊 苗岛卖掉 导致人最后无力回天啊 所以说苗岛直接卖掉 并不是万能攻势 而是得根据实际情况来的 那什么情况一定得去救一救呢 看完下面这把 你就明白了 我猜刚摸到机子啊 舍牧人直接被震慑 此时是不是很天崩了 古董商和舍牧人自己也打了 别救保平 但如果不救 真的能保平吗 不见得啊 此时我准备去救舍牧人啊 有三个救他的理由啊 一个是舍牧人有两个铲子 有充分的二类空间啊 二是机子差太多了 就算卖掉 后面也肯定打不了的 毕竟鱼女肯定也会出来干扰手机的 三 我是医生啊 就算救人的时候被打了半血 依然可以自愈啊 以上原因让我决定必须去救他 结果也是非常完美啊 舍牧人逼出了闪现才被击倒 亏吗 一点都不亏啊 因为外面机子在修啊 这波还逼出了闪现 但如果你觉得第二波卖掉就可以了 那依然是不行的 因为我刚才去救人了 没有修机啊 如果不救直接卖掉 那外面最多也就点还多一点点 依然远远不够啊 所以想要保平还得继续去救啊 而且还必须给舍牧人一点三流空间 希望他最后一把铲子能拖出足够的时间 OK啊 算了算抓住机会啊 不仅无伤就像舍牧人 还给了他充分的三流空间 这个飞轮帅吗 记得关注一下 此时我们直接回到中场休机啊 外面三海鸡都在修啊 据说舍牧人能不能溜出四人开门站 就看他的造化了 不过这把是有欧币味的 如果股东商胆大一点啊 就应该直接提前去陪跑的 最后一台阶有我和杂技和希望 但是股东商跑得太慢了 而且不是开黑啊 所以配合不强啊 不然这把真的有机会 保到四人开门站 通过前期的两拨救人啊 成功逆转局势 这和我的操作有什么关系吗 完全没有啊 全是意识啊 抓住机会直接就像什么人 然后老老实实的休机扛刀 如果你有这个意识啊 我相信你也可以做到 所以说想上巅峰期间 但也没什么操作 没有关系啊 大丈夫啊 先跟少老师好好学一下意识吧 保准你啊 嘎嘎上飞啊 轻松上巅峰期间 OK 那本期的巅峰意识教学啊 就这里了 你们喜欢这种教学吗 我们下期见 拜拜 如果你以为玩佣兵的只会混 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把帅老师将会用佣兵征服你啊 这款是一个A牌路头啊 前期律师律的时间还可以啊 但我们这个阵容没有OB位啊 所以只要我们这台机子没有修完 最后的机子可能还是会差一点的 所以我这边也是尽量多弹一点机子 这是对自己的自信啊 我觉得这算被拦截了 我也能救这下人的 你们别学我正常来说 刚才律师倒地的时候 佣兵就该过去了 防止被拦截 那巨人的方法我只教一遍啊 利用模型卡住视野 让监管不知道你的位置啊 然后看着血量足够就稍微可以绕一下 这样可以安全贴近椅子啊 到了这里啊 肯定要谈一个呼唤 因为要留一点时间博弈 千万别省 不然会吃大亏的 OK 无伤掏下来还给扛了一刀 给了律师充分的二六空间 现在问题来了 此时我们该去做什么 是不是要回去补自己的遗产机啊 因为刚才法罗女士和杂技多打新贺了 他们在修新机子 我的遗产机没人补 你们看我是怎么做的 直接抬一个户外回去补遗产 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如果等一下律师倒地 有可能还需要我压满再去救一次人 所以用一个户外去抢机子是可以的 律师倒地了 但我的机子还没有修完 此时先看看队友怎么说啊 我机子肯定是要修完的 如果他们都不去 那我修完之后再强行拼一下 如果他们去救人 那我修完之后再去看一下 接下来这波意思啊 所有人都必须给我好好学啊 此时我们赶过去保律师 一定要注意两点 一个是杂技的位置 一个是律师的血条 很明显杂技的位置啊 想要安全救下律师有点勉强 所以我们不要节省忽弯 直接弹过去啊 就算杂技没救下来 我们也是可以弥补的 最后你们看到了吗 超级极限 救下律师 这把不赢天理难容了吧 但还没有结束啊 门快点完了 在律师倒地后 路头直接传送关门 此时我们一定要和杂技分头行动啊 如果他抓我 那杂技可以去摸律师冲小门 如果抓杂技 那么我们可以点门 那这里路头出现重大失误啊 没有把我赶走啊 因为他一旦赶走我 再挂上杂技 再去找律师 这把基本上平局起步啊 但他也是急了 怕律师自起冲小门 但其实有无限勾的话 应该是来得及的 OK 那我们直接尾随路头啊 直接摸起杂技冲大门 最后这把也是成功拿下 你们看我这把有什么操作吗 一点都没有 全是意识啊 就比如我第一波救人鹤 谈呼万去补机子啊 就比如我绣完机子之后 谈呼万极限去救律师啊 就比如我最后尾随路头去摸杂技啊 这些意识到位了 那么这局总该拿下了吧 想学意识吗 关注帅老师啊 教你快速上巅峰期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ulos计划》 优优独播剧场——Yo DJ Are you done mixing yet? 优优独播剧场——Yo DJ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